癌症是国人的主要死因 为了要鼓励离癌的朋友能够走出户外 活出生命的价值 台湾抗癌协会举办了不倒骑士单车环台活动 今年迈入了第五届 一共有60位的癌友来参加 11月1号从台北国父纪念馆出发 经过桃园卫生局短暂的休息 和众人的鼓励之下继续前进 不倒骑士全副武装 要起往下一个站点 这些骑士都是癌症病友 一经身体和心理的病痛 仍然对生命充满热情 这一位癌友是在朋友的鼓励之下 加入了车队 去看了一次有病友科以后 确诊为恋爱第一期 那我是在完成了全部的放射 以及化学治疗以后 然后在一次参加桃园市卫生所 所举办的践行活动的时候 我在那个活动当中遇到了 不倒骑士第一期的车队刚好经过桃园市 然后他进入会场 不倒骑士们来到了桃园站稍坐休息 并且和众人分享旅程 主办单位癌症协会表示 这些癌友们即使曾经罹患癌症 仍然选择用环岛来突破自己 来鼓励更多癌友走出阴影 卫生局者表示 要对抗癌症定期的筛检也十分重要 全国十大死因第一名是恶性肿瘤 那在癌症来说第一名是肺癌 那也希望呢 透过今天这个活动 能让我们的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单车队除了癌友们 也有许多家属 医疗团队陪骑 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 让大家都能够走出户外 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活得更健康 好 谢谢1号宣传报道